同校的小师妹毕业之后 结婚生了一对龙凤胎 现在两个孩子都上学了 她又准备开始自己创业 家里的小孩也到了分床睡的时候 正好她就现在在考虑换房的事 他们现在在伦敦市区 有一套自住的三居宿公寓 因为她老公就是英国人 英国本地人还是挺喜欢住别墅的 尤其是环境好 有那种英伦乡村宁静感觉的房 所以我就带他们来看这个Earlsfield的像 Earlsfield在西南三区属于湾斯沃斯大区 也是传统的富人区了 很受高收入经营家庭欢迎 这边绿化环境做得特别好 生活也方便 真的是将西南伦敦那种松弛感体现得特别好 而且学区资源也很棒 学校拥有量全伦敦最高 其中90%学校评级是good或者是outstanding 虽然在三区但是交通挺方便的 家附近有火车和黑线 去Waterloo也就是三站的事 平时周末开车的话 半小时就能去哈罗德巴特西这些地方 那天呢他在Earlsfield走了一圈 他说这跟他想象的还挺不一样的 没想到到三区也挺繁华 这餐厅选择很多商场也好 而且正好他和老公都是运动狂人 网球游泳高尔夫这场地多环境还好 不过让他下决心的还是这个地方特别安全 当时呢他把手机拉在咖啡厅的桌子上了 走了有十多分钟才发现急急忙忙跑回去 结果没想到啊手机还在哪 他就说啊在伦敦市区这肯定不可能 就感觉啊这地方素质还是挺高的 安全上呢不用担心 这个项目还有一点呢 是他有很罕见的全新的别墅 因为这地区基本上呢 房子都是那种带年头的 另外呢还有公寓可以选 预算上呢其实和他现在市区住的那套房 差不了多少 不过面积呢在咱们这就直接翻倍了 居住体验也会更适合他这种多玩家庭 他说呢在这儿特别有种幸福家庭的感觉 尤其是住别墅呢 他们小夫妻就想再要一个孩子 其实他老公呢收入特别高 他要是想当个家庭主妇啥的呢 也是妥妥的贵妇一枚 不过可惜啊咱们中国姑娘身上确实有股贫静 他说啊创业不是为了赚大钱 主要是想做自己想做的事发挥价值 怎么样你觉得他这操作值吗